深夜这个男人刚走到家门口 突然他进闻见屋子里传来一阵烤肉的香味 男人好奇地进入屋内寻找肉味的来源 不料一打开柜子 竟从里面掉出来一个脸被烧糊的女人 男人打死也想不通这具陌生的尸体是如何来到自己柜子里的 警方接到这起离奇的报案也立刻对尸体进行了检查 他们发现尸体的全身都有过被焚烧的迹象 而其中最严重的地方在女人的脸部和每根手指处 看来凶手这样做是故意在隐瞒死者的身份 刑警小智经过初步试解 发现死者的肺部和器官内都没有过被烟熏的迹象 再结合尸体颈部呈现出的深度勒痕 他怀疑女人当时应该是先被凶手勒死后才放火焚烧的 根据尸江形成的变化 小智推测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夜的10点到12点之间 虽然凶手对尸体做出了大面积的损坏 不过警员经过反复搜查 还是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个钱包 从里面的身份证件以及照片可以确定女人名叫谭丽 29岁 生前是一家木头厂里的工人 正在众人谈话间 一个自称是死者姐姐的人突然来到了警局 而他在看到尸体面部的那一刻更是伤心地大哭起来 从女人口中得知 他与妹妹从小相依为命长大 所以他即使被人害成这般模样 自己也仍然能一眼认出 而姐姐伤心地告诉警方杀害妹妹的凶手肯定是他的丈夫李扬 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不止一次地对妹妹实行家暴 甚至就连他们年仅一岁的女儿也不放过 所以姐姐认为能对妹妹做出如此狠心的人只有李扬 得到线索后 警方立刻将此人带到了审讯室 面对警员的质问 李扬竟毫不遮掩地承认了他对死者家暴的事实 而且还扬言这一切都是谭丽自作自受 从李扬口中得知 自从两年前他失业后家里就断了一份经济来源 可谭丽非但没有帮衬家里 反而还把钱全部寄给了他自己的爸妈看病 所以他一气之下才对妻子进行了殴打 可正当警员阿明以为面前的这个男人就是杀人凶手时 李中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十分震惊 他称自己从小就患上了很严重的脸狼症 所以这么多年他压根连妻子和女儿长什么样子都不清楚 而昨天他原本去厂里想找妻子的好朋友陈怀要钱 因为他之前买车曾欠过谭丽一些钱 可没想到他在厂门口观望时 竟发现里面每个人都长得同一张脸 甚至就连五官都看不出 所以搜寻无果后他也只好先回家了 为了验证他的口供 小智立刻将他带到医院检查 从机器上可以看出李扬的脑部诊液明显比常人要萎缩很多 别的能力较差 看来李扬的确患有脸狼症 结合以上的线索 小智认为一个连自己老婆都分辨不出的人 又怎么会精准确定他跟踪杀害的女人正是谭丽呢 为此小智猜测凶手应该不是李扬 可让一旁的阿明感到疑惑的是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死者是如何出现在别人家的 因为他经过调查 得知死者与那位发现尸体的男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而且案发是屋内的门窗也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那么凶手又是如何进去的呢 为了了解到与死者生前有关系的人 警员本想去找他的朋友陈怀询问一下 不料却发现他在谭丽遇害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而且手机也一直处在关机的状态 警员经过对他身边同事的调查 竟意外得知他与那位发现尸体的黄文质是男女朋友关系 并且二人还经常住在一起 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死者会凭空出现在那里 小智猜测谭丽当时很可能是去找陈怀谈事情 结果意见不同才选择了杀人灭口 在结合警方之前询问黄文质时 他也称根本不认识死者 因此小智认为陈怀与他的男友二人都有作案嫌疑 随后阿明二人根据地址来到了黄文质上班的地方 却发现这里的位置和死者生前的工地很接近 阿明见状便向其中一位工人打听他的事情 不料对方却称他昨天就已经提出辞职了 而且就连工资都没有来得及要 感到事情不妙 阿明立刻赶往他的家中 结果在半路上就碰见了准备逃跑的黄文质 之后二人便在小巷里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最终在小智的配合下成功抓到了他 将他带到审讯室后 阿明向他展示了警方发现证据以及他说谎的事情 面对实打实的证据 黄文质不得不交代了这其中的缘故 原来谭丽和女友之间早就因为钱财起过冲突 并且陈怀还不止一次对他抱怨过不想还钱 而案发那晚 在外面喝酒的黄文质突然接到了陈怀发来的短信 其内容大概是他向男友提出分手 并且决定要回老家不让黄文质再来打扰他 所以当他回家看到谭丽尸体的那一刻 才明白过来陈怀很有可能杀人了 因此他为了撇清这中间的关系 才对警方撒谎说不认识 得到线索后 警员立刻对他的口供进行验证 结果从三位高中生口中得知 他们昨晚在回家路上的确看到了一个行踪可疑的女人 因为她当时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实 所以学生们也都留意到了这个人 而警员经过对陈怀之前的照片筛查 也在里面同样发现了与视频中相似的衣着 看来这个陈怀很有可能是已经未对潜逃了 为了尽快破案 警员再一次返回到案发现场 经过一番搜查后 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张死者与陈怀的合照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留意到陈怀肩膀处的纹身 他想起之前对死者做尸检时 曾发现他的身上就有一处相同的纹身 而且就连上面的深浅都一致 于是他立刻把这一惊奇的发现告诉了阿明 随后警方再一次对尸体进行了全方面化验 让众人感到意外的是 他们通过基因可以证实死者并不是潜逃 而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陈怀 如此看来 案发当晚那个乔装打扮的女人才是真正的潜逃 可是她又会藏身到哪里呢 随后 阿明二人来到潜逃的家中搜查 在院子里他们注意到了一间奇怪的冷库 可他们前脚刚进去 身后竟突然出现一个神秘人将门从外面锁上了 看着屋内急速下降的温度 阿明刚想通知其他警员却发现手机已经没电关机了 这下集的二人连忙开始运动尝试让身体回温 然而半小时过后 他们终究还是被动的蜷缩在一起 就在二人即将快要昏迷时 幸好刚刚回到家的李扬发现冷库异常才成功将他们解救 等二人的身体稍微恢复后 便对冷库外面的监控进行了筛查 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见 有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将阿明二人锁在了冷库中 而小智看着她的身形却发现这与谭丽的姐姐有些相似 一旁的李扬听后猜测他会不会是来家里拿小孩衣服的 因为自从妻子死后 他的姐姐就暂时将女儿抚养了 听到这样的话 阿明都忘记了李扬还不知道妻子没死这件事 不过在办案的期间不能向外人透露细节 所以他们只好将监控录像拷贝了一份拿到车上看 让小智感到疑惑的是 假如谭丽的姐姐真的是来拿衣服 他又为何要将警方锁在冷库里呢 看着他在监控里慌张的模样 小智猜测他会不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妹妹还活着这件事呢 而他刚刚返回家中很有可能是在替谭丽收拾东西逃跑 感到事情不妙 小智立刻让阿明往最近的机场方向开去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谭丽和姐姐果然出现在了机场里 他内心淡定地顺利通过了安检 就在谭丽开心地以为他即将迎来幸福的生活时 幸好阿明二人的及时感到才成功阻止了他 将他带回警局后 阿明刚准备以故意杀人罪的名义扣押他 不料谭丽却一脸冤枉的称陈怀不是他杀害的 从他口中得知 案发那晚他原本想去找陈怀要钱 没想到刚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死在柜子里的陈怀 然而他刚想拿出手机报警 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李扬家暴时的样子 为了可以彻底摆脱他的控制 谭丽想到他完全可以利用陈怀的尸体给自己制造一场假死 之后他便对尸体的面部以及手指进行了焚烧 并且还专门把自己的钱包放在现场 小智听后询问他冷酷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谭丽伤心地称其实当时回家的人是他而并非姐姐 原本他只想拿到护照就走 可当他看到警方的那一刻心里便担心计划会败露 所以脑子一热才将阿明二人关在了冷库里 但是他在临走时还专程把制造锋利的按钮关掉了 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想让阿明冻死在冷库里 得到线索后 警方立刻对谭丽家中的监控录像进行了筛查 发现案发那晚他在凌晨一点才去了陈怀家中 而这与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不一致 看来陈怀的确在谭丽去之前就已经被人杀害了 另外阿明还对死者的手机进行了查看 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陈怀经常与男友黄文志因为钱的事情争吵 并且二人还决定要分手 可之前他对警方说的是女友失踪后为了不拖累他才提出的分手 如此看来他仍然有作案的嫌疑 可是怎样才能让他说出实话呢 就在这时 一旁思考的小智却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猜想黄文志如果真的是凶手 那么他在看到活着的谭丽时内心应该会十分惊讶 所以他决定用脑电波来会议会这个人 随后警方立刻将他带到了警局 起初小智不管询问他任何事情 黄文志的内心都表现得十分淡定 可当警方让谭丽进来时 他却表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过脑电波上仍然处于平滑的状态 这也就说明黄文志压根不相信谭丽还活着 小智坚信一气不会说谎 所以他认为凶手并不是黄文志 此时在审讯室外面观察的阿明 却突然想到了内地一直家暴谭丽的李扬 于是他利用领取补助金的借口将李扬骗到了警局 小智把一气带到他的头上 并且让谭丽走了进来 而李扬再看到后却一直表示他看不清楚这个人的脸 正当警方以为线索要断了时 小智却突然让谭丽将耳环戴上再重新走进来 果然这一次李扬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他的妻子 可不管他如何掩盖情绪 此时脑电波上呈现出来的幅度早已经凌乱 原来小智之前在李扬家里勘察时就注意到了墙上的照片 他发现谭丽的那眉耳环和死者死亡时带的一样 所以他才想到李扬会不会把陈怀当成妻子给杀错了 看着警方提供的种种证据 他终于承认了杀人的事情 原来他那天去工厂找陈怀要钱时 无意间看到戴着耳环的他正在和男人约会 可在李扬的眼里这个人却是他的妻子 所以内心愤怒的他便决定要把谭丽杀掉 到了晚上 他根据白天陈怀约会的地址成功来到了黄文志的家中 最终在耳环的刺激下 他才将陈怀错认成妻子给活生生的掐死了 他才能够的地址成功来到